太监也疯狂 周元璋在世的时候,为了防止王震现象的出现,在乾清宫的门前立了一块三尺多高的铁牌子,上面住了八个大字,内官不得干预朝政。 铁打的牌子,铁柱的字,表示此为大明朝的铁律,千秋万代,不得更改。 王震每次见到这块牌子,就感到恶心,总觉得有芒刺在背,在压制他的两股力量消失之后,就命人将这块牌子移走了。 文武百官上朝,看到开国皇帝立的铁牌子不见了,却集体保持沉默。 大家都知道是谁干的,可就是没有人敢吭声,因为大家都怕王震,担心祸从口出。 王震得势之后,结党营私,在他的私党中也不乏宝学之士,圣人门徒。 但这些人,丢弃做人最起码的道德观念和做人的尊严,成为王震的打手。 而王震在这些打手的帮忙下,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为了建立个人隐危,王震开始残酷地迫害不肯摧眉折腰视全焉的正直大臣。 正统二年,1437年,云南靠近路传发生苗族人叛乱,政府军尽脚失败。 王震为了捞取功劳,强化自己的地位,怂恿年轻的正统皇帝朱祁镇下诏派大军出征。 后来,这场战争前后耗时十年,动用军队仅四十万人,耗用军费无可计数。 最后,仗虽然打赢了,却把国库掏空了,这是一场必多利少,得不偿失的战争。 正路川之初,汉林院士长刘求曾上书,反对在西南大局用兵。 他认为,帝王之御四义必有其小而防其大,他的建议没有被采纳,还引起了王震对他的不满。 正统八年,1443年夏天时,路川的战争还在继续,这一年,雷火击中了紫禁城的凤天殿。 凤天殿是主殿,是皇帝举行大朝、大典的地方。 在那个年代,凡出现这类水汗雷火的天灾,都被认为是天殿,就是朝政有失,引起老天震怒。 每当这个时候,朝廷都要采取补救措施,办法一是修行,二是求严。 修行就是自省,反省的意思,即做自我批评。 谁来自我批评呢? 轻者是皇帝下诏,让百官修行,重者是皇帝自省,有时还要下罪己诏,其实就是空对空地说一番自己的不足。 至于下诏求言,就是请百官提意见。 一般情况下,这个时候禁言,不管皇帝喜欢不喜欢,都要采取容忍态度,绝不会对禁言者进行打击报复,更不会采取引蛇出动的办法,先让大家畅所欲言,然后将说话不中听的人一网打尽。 汉林院士讲刘求再次上书,这次上书他说了十件事,其中第一件事就是建议皇上正有几出,权归于一。 意思是说,军国大事,皇帝您自己要拿主意,别总是听别人的。 皇帝下诏,请大家上书言是,本来是言者无罪,可刘求的这次上书,却给自己引来了杀身之祸,因为他得罪了小人。 这个小人,就是青天界彭德卿。 彭德卿与刘求是同乡,两人本来是可以和睦相处的。 由于彭德卿是王震的心腹,成天像哈马狗一样,跟在王震的屁股后面转悠。 而刘求却为人正直,看不惯彭德卿那种小人嘴脸,道不同,不相为谋,两人做不到一块,那是必然之事。 彭德卿是一个雅字必报的小人,刘求既然不愿意与他做朋友,那就是敌人。 是敌人,就得用对待敌人的手段来对付。 当他见到刘求的奏书后,觉得报复的机会来了。 他把刘求奏章的第一条摘录下来,送给王震看,挑拨地说, 这一条,银指大人您哪。 王震早就对刘求心存不满,听了彭德卿的挑拨,果然大发雷霆, 立即派人把刘求抓到锦衣卫的监狱里,并密令锦衣卫指挥马顺,把刘求干掉。 马顺深夜带一小孝来到关押刘求的牢房,直接砍下刘求的脑袋,并肢解尸体埋在监狱的窗户下。 刘求作为汉林院士长,正六品官,品级虽然不高,但他是经研教官, 挤给皇帝和大臣们讲课的老师,遇刺三品章符, 有朝典的时候排列位在五品官前面,很受尊重。 皇帝求言,刘求尚书言士本来无罪,就算有罪,也得皇帝发话,由执法部门置办。 王震这样滥杀朝官,可见胆子之大。 王震还干了一件让朝野震惊,众怒难平的事,就是让李诗勉代价示众。 李诗勉是著名儒臣,国子祭九。 国子祭九就是全国唯一最高学府的校长,从四品, 在国子建进修的都是举人、供生和剑生。 这些学生可以根据需要直接考核授官,也可以参加会试,考中进士后再授官。 从这个意义上说,李诗勉国子祭九的地位相当高。 李诗勉不但学问一流,而且为人也很正派, 师道尊严,逃离满天下,朝野官员对他都很尊重。 说起李诗勉得罪王振,其实很搞笑。 李诗勉给英宗皇帝写了一份报告,要求对国子建进行改建。 朱祁镇便让王振去了解一下情况。 王振去国子建后,李诗勉按正常礼节接待王振, 只是没有家礼,即没有向王振行跪拜之礼。 王振认为李诗勉不尊重他,让人整李诗勉的黑材料, 但左挑右挑就是找不出问题,因为李诗勉为人正派, 出师谨慎,几乎让人挑不出毛病。 后来,总算找到一个借口。 李诗勉曾对国子建院子里的树木整枝, 他把砍下来的树枝拿回家去当柴火烧了。 王振便以此为借口, 给李诗勉加了一个善罚官术人家的罪名。 修整树枝与罚官术完全是不同性质的两回事, 王振硬把这两件事画上了等号。 李诗勉和他的副手国子建丝业赵丸等人, 被罚脖子上扛家,在国子建门口示众。 王振给李老先生带的家是特殊型号的家, 家大而重,而且家脖子的孔很小, 家住脖子后没有转动的余地。 当时正值盛夏,太阳晒的人脑袋冒汗, 李老先生竟然被连家了三天, 老季九为此几乎丢掉了性命。 王振夹的是季九, 发泄的是当年屡时不地, 挥刀自宫的邪火, 扫的是整个士大夫阶层的脸。 李贵等千余名剑生, 看到自己的领导受此折磨, 实在看不下去了, 不得不来个借钱请愿。 呼声震动了紫禁城, 有个名叫石大用的剑生, 甚至上书朝廷, 要求以身带老季九代家。 王振虽然有些担心, 把事情闹大了, 但还是硬不松口。 朝中的大臣, 王振都不放在眼里, 后来, 有人去找慧昌侯孙中出面说情。 慧昌侯可不是一般人, 他是朱祁镇的外祖父, 孙皇太后的父亲。 慧昌侯去找皇太后, 皇太后又找皇上, 绕了一个大圈子, 走了一个顶天的大后门, 皇帝才下命令, 把李失勉给放了。 因礼节问题倒霉的, 不止李失勉一个, 一时李夺也因为见王振不跪, 被赶到辽东的提令位冲军去了。 驸马都尉该是够风光的吧, 可这样的人也逃不过王振的惩罚。 驸马都尉石井家里的太监吕宝做错了事, 石井骂了一句, 哼, 你这个烟奴真不是个东西。 王振得知这件事后大怒, 认为骂他的同类就等于是骂他, 命人把石井抓起来, 关进了大牢。 霸州之州得罪了中关, 被王振命人抓到北京, 差一点没被打死。 朝中高管, 如护部尚书刘忠夫, 刑部尚书魏元, 礼部尚书胡盈, 都曾因小事得罪了王振, 也都像李失勉一样, 不是被抓进大牢, 就是扛家在长安门市中。 对于小人物, 生杀予夺, 草菅人命, 更是不在话下。 太监张桓, 顾忠, 还有锦衣卫的士族王勇, 都是王振身边的人。 这几个人, 还算是良心未明, 对王振知根知地, 看不惯王振善权乱政, 胡作非为, 给皇上写了一封匿名信, 激发王振的种种步伐行为。 但这封信, 落到了王振的手里, 王振把这几个人, 全都当众碎尸挽断, 连个罪名都不用憋, 跟皇上连招呼也不用打。 王振在疯狂迫害异己的同时, 对那些屈炎覆势, 纷纷败倒在他门下的鹰犬, 则为以高官厚禄。 其中王振是一个最为典型的例子。 有一天, 王振到王振家中探望王振, 王振惊奇地发现, 这位貌似宋玉的美男子, 竟然没有胡须, 因为当时朝中大臣都留有胡须, 于是吃惊地问, 王先生, 你怎么没有胡须呀? 王又谈笑地说, 老爷没有胡须, 儿子我怎么敢留胡须呢? 王振没有胡须, 是因为他是太监, 王又为了讨好王振, 竟然也不留胡须, 可见这个人奴言必息到了什么程度? 讨好王振的人很多, 用这种方式讨好王振, 王又是第一人, 这让王振非常感动, 不久他便脚趾将王又 由公布郎中破格提拔为侍郎, 其他如兵部尚书徐熙, 多遇使王文、陈毅, 也都通过巴结王振, 称为王振的走狗。 玉鹤南田 王振请京城著名的设计大师设计图纸, 在皇城东建造了一处厮宅, 楼阁玲珑, 辉煌壮丽, 规模宏大, 站在紫禁城的高处就可以看到。 有一次, 朱祁镇问随时, 那是一处什么建筑, 如此豪华气派? 那是王大人的厮宅哟。 随时有点惊讶, 全京城的人都知道这件事, 怎么皇上不知道呢? 朱祁镇赞叹地说, 哎, 气派, 豪华, 漂亮, 与皇宫有得一比。 虽然只是随口一句赞叹的话, 足见王振的私宅确实豪华气派。 明朝与历朝历代相比, 官员的俸禄比较低, 即使位置九卿, 手里也没有多少钱, 见不起这样的豪宅。 即使有钱, 朝廷对各级官员家庭住宅的规模 也有明确的规定, 谁敢在皇帝鼻子底下抖威风, 王振就敢。 而且这样的豪宅还不止一处, 而是多处。 家里所用的器物之珍贵, 服饰之华丽, 胜过皇宫。 王振哪里来这么多钱呢? 王振善权后, 除了结党营私, 排除异己, 大搞顺我者昌, 逆我者王外, 还在千方百计地告歉。 王振告歉主要有两种办法, 一是卖官欲绝, 二是巧取豪躲。 权力从来就是资本, 王振把权力当成资本, 可算是用到了极致。 明朝有一个朝晋制度, 就是地方官员定期进京觐见皇上, 这是朝廷对地方官员进行考察, 将连触摊的一种制度。 王振善权下, 朝晋出现了另一道风景。 每到觐见之期, 地方官进京不是去见皇上, 而是排着队去拜访王振。 朝晋成了百官向王振送礼的节日, 朝廷对地方官的考察形同虚设, 由是以连者为贪, 以贪者为能。 王振的管家是一个很能贪的家伙, 他制定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想见王振一面, 底价一百两银子, 如果能出一千两, 可以陪王振吃一顿饭, 以罪方休。 即使是这样, 大小官员仍然怀里揣着银子, 在王振的家门外排着队等候节节, 却还有不少人排不上号。 明朝中后期, 许多有正义感的文学家, 都以当时著名的大贪官的劣迹为素材, 进行创作, 支持其人其事。 如《醒世因缘传》第五回, 对王振利用生日大肆收受贿赂, 进行了精彩的描写。 到了十三日, 王振的生日, 苏刘二锦衣 各备了几件稀奇古怪的物件, 约齐了铜续上寿, 只见门上人海人山的拥挤不透, 都是三阁下六部五府, 大小九卿, 内府二十四件官员, 伺候败寿。 苏刘二人将上寿礼物, 自己端着, 捧到王振面前。 内阁六部, 大小九卿都为王振祝寿, 门前人海人山, 场面何其壮观。 然而, 这壮观的场面, 就是行贿受贿的勾当。 王振收受百官的礼物, 实质上就是变相受贿。 大小官员都来送礼祝寿, 各自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苏刘二人更是利用败寿的大好机会, 送上重礼, 为卖观欲绝, 寻求门路。 江苏江英写, 有个富家子弟徐仪, 胸无点墨, 花重金贿赂王振, 当上了中书社人。 京城的人称徐仪为金中书, 至于巧取豪夺, 就更是一言难尽了。 王振这个人信佛, 不知是别人的暗示, 还是他自己的感悟。 王振觉得, 自己能混到如此显赫的地位, 是佛祖保佑的结果。 为了报答佛祖的慈悲, 并求佛祖保佑他继续辉煌下去, 他动用早已捉尽见肘的国库公款, 在自家府地之东建了一座智化寺, 这个工程争掉了成千上万的工匠夫役, 穷极土木, 京城朝野, 为之策墓。 王振可不管这些, 智化寺俊功之后, 他还命人数碑, 对王振的功德大送特送一番。 智化寺完工之后, 王振又重修成熙的庆寿寺, 动用军名万余人, 耗费国库银十万两, 其美丽, 加于京都内外数百寺。 朱祁镇还下诏赐名大兴隆寺, 号称第一丛林。 建这些寺庙, 不光是花钱的问题, 它还破坏了明朝开国以来 限制佛道发展的政策。 僧道不是生产, 不纳税, 是个寄生阶层, 这类人如果太多, 势必加重百姓的负担。 一些违法犯罪分子, 常常躲到寺庙逃避惩罚, 有些父户把田产挂在寺庙名下, 不向国家交税。 也有些寺庙, 以官府表礼为奸, 为非作戴, 侵占百姓产业。 因此, 从朱元璋起, 直到朱祁镇的父亲明宣总, 都先后屡班禁令, 不许滥建四冠, 严禁僧人到处化缘, 不许壮丁随便出家, 对僧道人数也有严格控制。 府不得超过四十人, 周不得超过三十人, 县不得超过二十人, 超过指标的不发给僧道身份证, 已经出家的勒令还俗。 王震大建四庙, 导致了僧徒的恶性发展, 仅正统二年, 1437年一年, 僧徒就发展到近五万人。 更有甚者, 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 王震竟然弃国家安全于不顾, 按通境外势力, 大量进行军用物资走私,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朱元璋虽然将蒙古人赶回了大草原, 但与蒙古人仍保持互事贸易关系。 蒙古人需要内地的粮食、 布匹、手工艺品等生活用品, 明朝则需要蒙古的续产品, 特别是战马, 各取所需。 但明朝政府有一个特别规定, 禁止向蒙古人输出铁器、 武器等军用物资。 也就是说, 蒙古人拿续产品与汉人做编冒生意, 换什么都可以, 就是不能换铁器、武器等军用物资。 明朝之所以禁止将铁器、 武器等军用物资与蒙古人交易, 原因在于, 蒙古人虽然被赶回了大草原, 但贼心不死, 仍然想有朝一日能再次入关统治汉人。 不能拿自己的武器去武装敌人,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只要稍微有点头脑的人, 绝不会去冒这种风险, 拿武器去与蒙古人做交易。 但有一个人却敢, 他就是王振。 王振命他的死党镇守大同的太监郭靖, 每年撕造箭头数十瓮送给瓦剌人, 瓦剌人赠送王振两马作为回报, 两马在明朝市紧缺货, 能卖出好价钱。 瓦剌人一直对明朝虎视眈眈, 王振送给他们的箭头正是他们求之不得的东西, 瓮就是酒坛子。 郭靖当然知道, 把箭头送给瓦剌人是围禁的, 为了不让人发现, 他用武器与瓦剌人进行交易, 便把箭头装在酒坛子里。 王振的这种做法, 无异于开门一道, 玩火自焚。 几年后, 瓦剌人兵犯中原, 用郭靖等人卖给他们的箭头, 射杀明君。 有一种说法, 王振在后来的土木宝之变中, 身中数箭而亡。 射杀王振的箭, 正是当年他让自己的亲信郭靖, 卖给瓦剌人的箭头。 王振掌握朝政, 统领群臣, 贪权贪财, 但这并不是他的最终目标。 他还有更大的追求, 建功立业, 名垂青史。 应该说, 这个志向是好的, 关键是这个志向是否符合实际。 如果理想超出了自己的能力范围, 那就是空想。 如果一味地去赶, 那就是满赶, 玩火。 王振还真是一个玩火的人。 王振是一个贪权贪财的小人, 他觉得这些还不过瘾, 想给自己贴上一个军事家的表切。 他充其量只是一个教书先生, 根本就不懂军事, 更不用说带兵打仗, 可他偏偏想玩火, 而此时的时局又给了他一个玩火的机会。 说到这里, 还得回头说说, 机会是怎么出现的。 在朱元璋和朱棣时期, 对北方少数民族, 特别是蒙古人的军事主亲, 采取攻防结合, 剿辅并举的战略。 元朝的灭亡, 并不意味着强大的蒙古民族的消亡, 蒙古人是以广阔的北方为根据地, 入驻中原的。 在长城以北, 东起大兴安岭, 西至甘肃, 青海, 在长达数千公里的中国北部, 蒙古人有着巨大的生存发展空间。 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 民族文化传统, 总使他们处于攻击态势。 在当时的冷兵器时代, 一匹豪马, 再加上一个勇武而善于骑士的棋手, 就是最大的战斗力。 蒙古人, 就是这种最先进战斗力的天然创造者。 这也是他们唯一的品牌产品。 当使用这种战斗力带来的好处, 大大多于损失的时候, 使用这种战斗力的诱惑, 始终是存在的。 明朝立国后, 朱元璋先后组织了多次重大战役, 借以削弱后援的军事力量, 力图把他们赶到大漠以北, 让他们知道明军的厉害, 让他们明白任何主亲都要付出惨重代价。 明成祖朱棣继续实行朱元璋的政策, 把后援的残余势力打得落花流水。 后来,瓦剌部落统一了蒙古各部落, 瓦剌人成了蒙古族的龙头老大。 正统四年, 1439年, 瓦剌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即野仙时代。 这一年, 瓦剌头领托欢死了, 他的儿子野仙继承了他的位置, 如果说, 托欢完成了西部、北部及中部蒙古的统一, 蓄积了强大的军事力量的潜力, 那么野仙则开始了与明朝对抗的时代。 明朝灭元后, 岁岁接受蒙古人的谢罪与贡品, 礼貌接待使者, 照例给予赏赐。 到正统年间, 瓦剌的所谓入供就变了位。 明成祖朱棣时期入供, 明朝赏赐的价值超过贡品的价值, 大明朝所图的不过是中央帝国的权威, 一种肆宜朝贡的精神满足, 但赏赐什么, 赏赐多少, 还是明王朝说了算。 到了正统中期, 入供变成了瓦剌对明朝的掠夺, 此前按惯例, 瓦剌的共识不超过五十人, 明朝的接待与赏赐都还好吧, 而此时的共识增加到两千多人。 明朝多次发出通知, 让瓦剌人减少来世人数, 结果是不但没解, 后来竟然增加到三千多人。 这些人可不是观光团, 他们是来要东西的。 凡是贵重的东西, 他们都想要, 而且越多越好, 不给或者不能满足, 他们就借机闹事。 往来路上依仗人多是重, 沿途抢掠, 简直就是一群强盗。 这个使团除了要东西外, 还走私军器和铁器。 当时蒙古还没有掌握铁的冶炼和加工工艺, 没有刀剑盔甲, 蒙古人便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 因此出于国家安全考虑, 明朝严禁铁器和兵器出关。 但是, 这些使团成员用重金贿赂有关人员, 拿他们的战马交换到刀剑和箭头。 前面说到的大同镇守使郭靖, 就是把箭头装在酒坛子里卖给瓦剌人的。 另外, 还有一些民间手工匠人也见利妄议, 跟这些使团人员搞兵器买卖。 明朝虽然很无奈, 但还是都忍了, 然而, 野县的胃口越来越大。 正好这时, 明朝就因瓦剌三千多人的使团问题, 与野县发生纠纷, 王震指示有关部门, 对瓦剌开出的索要清单, 削减到五分之一。 正统十四年, 1449年七月, 野县终于拔刀出桥, 从四个不同的方向向大明帝国发起了进攻。 第一路攻打辽东, 第二路攻打甘肃, 第三路攻打宣府, 最后一路由野县亲自率领, 攻打大统。 战争爆发了。 如果把这场战争说成是王震的罪过, 那有些冤枉他,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 王震就是罪魁祸首了。 战争爆发的消息传到京城, 上下一片恐慌, 朱祁镇立即召开紧急会议, 商量对策。 会议讨论了几种方案, 研究的结果居然是御驾亲征。 最后拍板的当然是皇帝朱祁镇, 但其中其决定作用的却是王震。 这个朱祁镇也真是邪门, 别人的话听不尽就听王震的。 王震想要远征立功, 但他没有能力, 也没有威望带兵, 只有借助朱祁镇的名义, 实现他统帅大军出征的梦想。 在王震的怂恿下, 朱祁镇下达了御驾亲征的命令。 大臣们都反对御驾亲征, 纷纷尚书表示反对, 领头的是位居六部之首的吏部尚书王植。 可惜的是, 王震是私立界, 并且得到皇帝朱祁镇的信任, 反对无效。 兵部的两位负责人, 尚书旷野, 侍郎于谦, 也都尚书劝指朱祁镇御驾亲征, 仍然抵不住王震的一句话。 两位兵部高级官员的抗议被驳回之后, 只好去做他们应该做的工作, 为皇帝御驾亲征做准备。 按惯例, 皇帝亲征, 兵部主要负责人必须陪同, 经过内部商议, 最终做出决定, 旷野陪同皇上出征, 于谦留守京师代理主持兵部工作。 正是由于这一决定, 才挽救了大明帝国的国运。 按明太祖朱元璋定下的规矩, 皇帝出巡或出征, 由太子监国临时处理朝政。 朱祁镇才二世出头, 长子朱建申, 还是一个两岁的娃娃, 没有举行册封仪式。 即使举行了册封礼, 两岁的孩子也不能处理军国大事。 于是, 朱祁镇便命弟弟成王朱祁裕为监国。 监国, 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发明专利, 在现代汉语里找不到与他对应的词, 可不可说成代理呢? 不行, 绝对不行, 因为皇帝是天子, 只能一个, 孤家寡人, 绝无代理之说。 要说看家, 意思还差不多, 但朱祁遇看的不是家, 而是庞大的明帝国。 朱祁镇率五十万大军御驾亲征, 去到居庸关、 怀来, 竟宣府到大同。 一路行来, 前线兵马战败的消息, 一个接一个传来。 大军还没有到宣府, 就传来驸马都尉警员镇王的战报。 王震自认为懂兵, 其实对兵法狗屁不通, 在警员等四将, 率领四万大军投入战斗, 结果如同肉包子打狗, 有去无回的情况下, 本来就应引起警惕。 加之当时, 河北、 山西北部地区, 天旱, 河水干涸, 草木不生, 几十万大军的粮草供应, 人畜饮水都非常困难。 大军是否继续前进, 皇帝是否要冒险进入一个非常危险的战区, 真的要重新研究一下。 然而, 这个不懂兵的太监, 却硬要以兵家自居, 还是传指大军继续西进。 大军刚出居庸关的时候, 兵部尚书旷野, 就屡次劝请朱祁镇回尸, 车架到达宣服时, 形势更加严峻。 旷野, 以户部尚书王左, 英国公张府, 陈国公大将朱勇等, 来到朱祁镇的大帐外, 恳请朱祁镇回尸。 锦衣卫官员遵照王震的命令, 根本就不准这些文武大臣进掌, 大将跪下西行, 祈求皇上下令回尸。 王震发怒了, 冲着这些人大吼。 养兵千日, 用兵一时, 皇上御驾亲征, 还没有见到敌人的影子就回尸, 岂不让天下人笑掉大牙马。 你们身为国家重臣, 竟然为敌如虎, 白拿朝廷的俸禄不干实事。 如果再有人说回尸, 按军法从事。 旷野和王左并不怕王震, 铁了心要见朱祁镇, 跪在帐外不起来。 王震根本就不买这些大臣的帐, 干脆躲到一边去, 不理不睬。 朱祁镇全听王震的, 自然也不吱声。 就这样, 两位大臣从玉兔东升跪到日落西山。 本来, 作为当朝二品大院, 旷野和王左是应该跟在皇帝身边同行的, 只因他们见到皇上, 总是唠叨回尸回尸, 王震烦透了, 下令将他们从皇上身边赶走, 跟随军队的大营行动。 跟大营行走, 没有车坐, 只能骑马, 可怜旷野年事已高, 经受不了行军之苦, 几次从马上掉下来, 差点摔死。 有人劝旷野留下来智商, 王震也想甩掉这个巨老头, 巴不得他留下来。 偏偏旷野决心, 要与王震斗到底, 说皇上都在亲身涉险, 臣子怎么能因为一点小伤就停下来呢? 王震心里明白, 这张狗皮膏要贴上了, 甩也甩不掉。 这次见他们跪在草丛中示威, 更是反头了, 干脆下令, 让人把两位老尚书拖走, 下令大军继续向大同进发。 王震本想挟持朱祁镇, 御驾亲征, 驻自己建立军功。 当大军到达大同后, 才明白, 这只是一场梦。 是王震从梦中惊醒的人, 不是皇帝, 不是各位文武大臣, 而是王震的心腹, 郭靖。 朱元璋是靠武力夺取天下的, 深知武力的厉害之处, 建国之后, 也担心别人采用武力夺走大明江山。 所以在洪武一朝, 武将的待遇比文臣高, 但受到的约束与监督, 也比文臣多得多。 从明成祖朱祢开始, 为了加强对武将的监控, 实行了太监兼军制。 凡有重大军事行动, 在任命大将的同时, 也要任命兼军太监。 在平时, 对重要的边防要塞的驻军, 也要派镇守太监。 这是皇帝安插在军队中的公开特务。 这些太监监军直接对皇帝负责, 主要监督武将对皇帝的忠诚, 也对武将行使纪律监督。 当时, 大同的监军太监是郭靖, 就是帮助王震与瓦剌人走私兵器的那个太监。 他是王震的心腹。 郭靖密告王震, 根据多方侦查, 瓦剌首领野仙完全掌握了大明皇帝和西行大军的行动路线, 目前正在调集兵马, 以包抄之势向大同移动。 如果再继续前进的话, 将会陷入瓦剌军的重围, 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甚至连皇上也要送进去。 王震怕了, 他虽然很想立军功, 但如果把自己的命也搭进去, 这个军功还是不要的好, 这才决定回师。 朱祁镇率大军从大同回师的时候, 野心的军队还在大同宣服以北以带集结, 为了使明朝大军不陷入敌军的包围圈, 回师的路线本当选择从山西东南进入河北, 郭子经关入北京。 当时大同总兵定香伯郭登, 兵部尚书矿野都提出了这个撤兵路线。 如果能按这个方案执行, 也就不会有以后的土木之败。 但是,当时是王震说了算, 这些人根本就与王震递不上话。 于是,就请内阁大臣曹奈转达, 王震根本就不听这一套, 无功而返让他本来就窝了一肚子火。 这般当初反对出兵的大臣们, 说不定此时正在背后偷着笑呢。 想到这里, 王震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王震的老家在豫州, 当初怂恿皇上出征时, 他有一个打算, 得胜班师的时候, 请皇上绕道去他的家乡走一趟, 让皇上行兴一个宦官的故乡, 这可是一件空前俱后的事, 如此殊荣谁人能比。 完成了这件壮举, 完全可以数倍地抵偿 当年挥刀自宫甘愿受烟之辱, 让那些科举出身的官员们红眼去吧。 这次虽然不是凯旋归来, 但待皇上回乡的计划还得执行, 于是王震下令, 让大军绕道豫州回京。 豫州在大同正东, 渠道豫县虽然稍有些绕道, 但也可以从紫经关回京, 照这个路线走下去, 仍然不会有此后的土木之版, 但是在行军途中, 王震突然又改变了主意。 原来王震发现, 数十万大军在行军途中, 人马车驾急不择路, 大到两边秋熟代收的庄稼 被踩他的一塌糊涂。 他猛然想到, 如果大军从他的家乡路过, 家乡的庄稼会遭到灭顶之灾。 荣耀虽然荣耀, 可家乡的父老乡且不骂他的八辈子祖宗才怪。 正是由于有了这个念头, 王震取消了回向的念头, 下令大军转向北, 从北京西北的金庸关回京。 如此一来, 王震将英宗皇帝朱祁镇, 数十万大军和他自己送进了绝境。 因为就在明军绕来绕去的时候, 瓦剌军却是日戒兼程形成了对明军的包围。 八月初时, 朱祁镇的御将抵达宣府, 王震有莫名其妙的下令, 让大军在宣府休整两天。 旷野貌似求见朱祁镇, 请求皇上日戒兼程进入居庸关, 让大军殿后以防补测。 结果又被王震挡了回去。 八月十三日, 英宗皇帝朱祁镇车驾从宣府出发时, 野先率领的瓦剌军已追了上来。 王震命宫顺侯吾克忠, 都督吾克勤, 率兵阻击瓦剌兵。 可二吴和他们率领的明军, 犹如肉包子打狗, 有去无回。 在仓皇败退途中, 王震根本就不明敌情, 再次糊里糊涂地派陈国公朱勇, 永顺博削手, 率三万骑兵, 持援已经全军覆没的吴克忠吴克勤。 这位朱勇, 名字叫勇, 实际上却是一位有勇无谋的将军。 部队在行进途中, 进入了瓦剌兵的伏击圈, 三万骑兵全军覆没, 无依生还。 8月14日, 明军撤退到土木堡, 野仙也终于完成了对明军的包围, 并开始向明军大营发起攻击。 即使是在这个时候, 英宗皇帝朱祁镇仍然还有逃脱被俘命运的机会。 因为朱祁镇车架抵达土木堡的时候, 太阳还老高老高, 而土木堡距淮来县城也只有区区二十里路车。 如果急速行军, 英宗皇帝一行进入淮来县城固守待员, 还是有可能避免做瓦剌人的俘虏的。 然而, 又是王震的一个决定, 使英宗皇帝丧失了最后的机会。 原来, 王震在清点资重车辆时, 意外地发现, 还有千余辆车没有跟上来。 要命的是, 这千余辆车轴, 不少车辆装的都是王震搜刮来的财货。 这可是王震搜刮来的明知明高, 他不愿就这么放弃, 于是下令, 大队人马停止前进, 就地扎营。 土木堡属于丘陵地区, 地面狭小, 防线被瓦剌兵剑刺突破。 即便这样, 明军毕竟还有数十万人马, 如果决地固守, 也先想速胜也难。 要命的是, 明军的驻地没有水源, 干旱加地势高, 局地两丈, 竟然不见一滴水。 数十万人马, 即使不战死, 也要渴死, 至少将会失去战斗力。 在土木堡以南十五里的地方, 有一条河流, 但那条河流早已被瓦剌兵控制, 要想不全军覆没, 唯一的出路就是突围。 可是, 明军处于瓦剌军层层层包围之中, 王震也不敢贸然行动。 野仙非常狡猾, 他把明军的困境看得一清二楚。 8月15日, 他突然派出使节, 向明军提出求和。 想睡觉, 有人送枕头, 这等好事哪里去找? 王震立即建议朱祁镇同意瓦剌人的约合要求, 说这样, 不但可以立即摆脱困境, 转危为安, 回京也好像满朝文武交代。 朱祁镇完全就是一个傀儡, 王震怎么说, 他就怎么做, 立即宣首府曹奈, 起草诏书, 并派使节去瓦剌军大营商谈议和细节。 在对野仙的谈判意图的真伪不变, 谈判细节八字还没有一撇的情况下, 王震就下令大营向南转移, 靠近水源。 隋征的文武大臣和数十万将士已经两天没有河水了, 一听说双方约合, 没有危险了, 不用打仗了, 将士们带着自己的士兵拔债起行。 将士们兵不成列, 队不成行, 乱纷纷地如同牛羊争食一般, 完全解除了戒备。 明军刚走出三四里路, 只见远处尘土飞扬, 喊声震天, 瓦剌兵从四面八方杀了过来, 明军根本就不能进行抵抗, 可怜数十万明军成了瓦剌兵建设的靶子, 砍杀的对象。 土木堡一战, 数十万明军全军覆没, 成为驱死他乡的冤魂。 王震玩火自焚, 不但完丢了皇帝, 完丢了数十万明军, 把自己也玩完了。 王震确实死了。 这一天, 两匹豹马从西北跑过来, 冲进得胜门。 路人看到, 马上的两位士兵浑身是血, 头盔都掉了。 跑在前面的那位, 拼命地抽打着马, 但鞭子根本就扬不起来了。 后面的那位骑士, 已处于半昏迷状态。 两匹马也是拼掉最后一点力气, 刚跑到兵部门口, 便口吐白沫, 瘫倒在地, 再也起不来了。 后面的那位骑士, 随头马一起倒在地上, 眼睛再也没有睁开。 前面的那位, 倒在地上抬手扬了扬, 便瘫软在地。 门上管事的一个牙医赶忙跑上去, 扶起前面的那位一看, 原来不是豹马, 而是兵部一位随同皇上出征的小丽, 他拼命地将那位小丽摇醒。 那名小丽艰难地睁开眼睛, 吃力地伸手从怀里掏出一副染血的白布。 快, 快交给鱼, 鱼。 话没有说完, 便死了。 鱼谦在此。 鱼谦从兵部衙门里跑出来, 冲上前去捡起地上血染的白布, 但见上面有六个血血的字, 土木全尸尽末。 每个字都有拳头大小, 字旁有一个血手印, 尽管字体已经变形, 但鱼谦还是能认出, 这是兵部上说旷野的笔迹。 皇上怎么样, 皇上怎么样。 鱼谦拼命地摇着那位小丽, 但那位小丽已经永远不能说话了。 8月18日, 土木宝败记已经传遍京城, 监国朱祁玉召开紧急会议, 讨论应对之策。 关于对瓦剌是战是和的问题, 还没最后结果, 护科几十钟王红出班起奏, 声称, 土木之败, 罪在王阵。 如果是别的事情, 监国朱祁玉也许还可以立即裁处, 但王阵问题实在太敏感, 太棘手了。 他也不喜欢王阵, 早就对他专善朝政看不过眼。 在土木之变中, 王阵确实也罪责难逃。 但是, 王阵毕竟是他的哥哥朱祁镇, 最亲近, 最倚重的人。 处理这个人, 他不能不投鼠忌器, 有所顾虑。 虽说是兄弟, 但皇上与亲王却是天地君臣之别。 此时皇上当了俘虏, 谁知他什么时候回来。 王阵目前虽然生死不明, 一旦处理不到, 皇上带着王阵回来了, 那就不是王阵本人的事, 还可能牵涉对皇上的态度问题。 还有, 早上上朝讨论什么问题, 有关部门已经列了一个体纲。 今天的议题中, 本来就没有如何处理王阵的问题。 朱祁玉不想处理这个问题, 敷衍地说, 叫通证司奏请吧。 叫通证司奏请, 就是按正常的公文程序吧, 即时才能送到坚果手里, 还是一个大文号。 王红知道, 朱祁玉是想把事情拖下去, 立即是以六颗几十钟一起跪下, 其一声说, 臣等齐请殿下, 准王红所请。 朱祁玉正在犹豫, 堂下的御士们全都跪下来, 请求让王红当庭宣读奏本。 朱祁玉为难了, 忘了一眼刚刚提拔为大司马的于谦, 用目光征求他的意见。 以前知道自己该说话了, 出班奏道。 臣愿殿下, 准许他说下去。 王震作恶多端, 平时群臣惧怕他, 敢怒而不敢言。 现在见御士们, 集体对王震发起攻击, 自然也乐于见到王震垮台, 一致表示对王红的支持。 朱祁玉见事情到了这一步, 知道想压也压不下去了, 只能硬着头皮听了。 王红这个奏本, 写得有理有据, 言辞锐利, 从王震贪惠王法, 聚敛聚资, 走私兵器, 为之购筑私宅, 动用国库银两, 宁佛见寺, 到勾结外庭, 按劫私党, 专权乱政, 擅杀朝廷命官, 摧折大臣, 残害无辜。 直到告信边士, 欺毙皇上, 贸然出兵, 导致土木之败, 数十万大军死于疆场。 事情虽然是众所周知, 但像这样列出清单算总账, 着实让人倒吸一口凉气, 震惊不已。 朝堂中的大小臣辽, 见王红说得如此透彻, 胆子似乎也大了, 争先恐后地发现, 朝会变成了对王震的控诉会。 轮到朱祁玉拍板了, 只见他紧锁眉头, 慢腾腾地说, 现在, 瓦剌人已囤兵经济, 当前的当务之急, 是定国安邦。 王震过去的一些劣迹, 本王也有所耳闻, 只是现在王震在土木之败中生死未明, 他对朝政已不构成威胁, 这件事交给内庭暗茶奏报吧。 这算什么结论, 坚果虽然没说不批准王红的作本, 但如果就这样割下来, 实际上就是不准。 现在底牌全亮出来了, 就是要看王震的脑壳, 谁都知道, 王震是一个心狠手辣, 无所顾忌的恶人。 万一王震不死, 跟着皇上卷土重来, 以血还血, 又有多少人要掉脑袋。 再说, 王震在宫中多年, 亲信太监一大批, 谁敢保证, 走了一个王震, 不会再来一个王震二世。 前一个王震, 控制了英宗皇帝朱祁镇, 祸患多年。 谁又敢保证, 王震二世不把坚果朱祁玉, 玩弄于股掌之中。 在场所有的人, 都考虑到了这个问题, 谁也不想看到出现这样的结果。 于是, 大臣小臣又一起跪下, 请求朱祁玉改变刚才的决定, 下令足灭王震, 剿灭余党。 正在满朝文武大臣跪求, 人声鼎沸的时候, 突然传来一声大喝。 你们想干什么, 不懂朝廷礼仪骂。 众人抬头一看, 发怒的人原来是锦衣卫指挥石马顺, 此人是王震的心腹, 按王震的意志秘密处死琉球的人, 就是他。 人们正担心王震的党羽会继续作乱, 这位马顺竟然自己跳出来了。 马顺似乎还没有看清现场的气氛, 继续呵斥。 本章以上, 殿下已经做出了决定, 你们合伙袭破殿下, 是想造反吗? 马顺似乎还觉得大家的火不够大, 又说, 你们考考生生地说, 王震鱼党。 王震鱼党在哪里? 马顺的这番话, 彻底地把百官激怒了, 你仅以为权力再大, 也就是侍卫, 实行抓捕任务而已, 朝廷议事, 哪有你说话的地方? 作为王震的私党, 马顺本来就作恶多端, 竟然在这个火头上跳出来作威作福, 像王震再是那样霸道, 这口恶气谁忍得下? 王红第一个跳起来, 冲上去一把抓住马顺的衣领, 大喊, 如果有说不认识王震私党的话, 请看看这个人, 琉球世锦就是他杀的, 马顺这才回过神来, 啊, 原来这是要我的命啊, 慌忙伸手去拔刀, 王红眼疾手快, 一把抓住马顺的手不让他拔刀, 两人便在朝堂上打了起来, 势均力敌, 难分高下, 王红一心要制服马顺, 情急之下张口咬住了马顺的脖子, 马顺痛得嗷嗷直脚, 镇班的锦衣卫发泄, 朝堂里打起来了, 一起冲上去, 想把两人分开, 百官中一些年轻人站出来, 一批挡住锦衣卫, 一批去帮助王红, 朝中文武百官恨王震, 可惜现在捞不到他, 如今跳出了个马顺, 正好成了发泄的对象, 有仇报仇, 有冤深冤, 找不到王震, 在马顺身上练几下拳脚, 也能出一口恶气, 这些平时文质彬彬的官员, 顿时都变成了老虎, 围住马顺, 一阵乱打, 下手特别重, 马顺先还是嗷嗷直脚, 到后来, 渐渐地就不出声了, 在极短的时间内, 发生这样的事情, 年轻的监国朱祁玉惊呆了, 在大明朝的历史上, 从来没有出现过在朝堂上群殴的世界, 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不知他是担心自己的安全, 还是怕见这种血腥的场面而害怕, 他没有选择想办法稳定现场局势, 而是选择了逃避, 他想离开, 迅速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太监金英明白这位亲王的意思, 他恐怕朝臣们阻拦, 向锦衣卫招招手, 立即有几十名锦衣卫围上来, 准备掩护坚国朱祁玉退朝。 于谦已赶到局势的严重性, 没等几位老臣醒悟过来, 急忙抢上前去, 拉住朱祁玉的龙袍跪在地上, 请求他留下来。 锦衣卫极力想把于谦脱开, 于谦坚决不松手, 双方便撕扯起来, 于谦的一只衣袖被扯掉了, 仍然还是不松手。 锦衣卫的一个小头目大喝, 你想干什么? 逆部尚书王旨还没有醒过神来, 不明白于谦为何拉住朱祁玉不让他退朝。 于谦所担心的事情是其他人没有想到的。 虽说事出有因, 但不管马顺如何恶习, 堂堂朝官在朝堂上群殴, 当着监国的免, 在没有得到任何命令的情况下, 把马顺给打死了, 这是违反朝廷规制的。 坚国朱祁玉本来就没有多少经验, 缺乏主见, 如果这个时候让他回宫, 如果王震的残党从中挑拨, 极有可能做出偏激的决定。 王红虽然是忠臣, 但也难逃邻军之罪。 如果再降罪眼关, 不但王震的余党得到保护, 甚至会导致新的军臣对立。 在瓦剌仁已冰临城下的情况下, 将会危及到京市的安全, 因此必须让坚国留下来, 对眼前的事情当场做出决定, 有个明确的表态。 关于这一点, 现场至少还有一个人想到了, 他就是汉林院士长, 宜明。 当初朱祁玉在王府没事的时候, 宜明被派到他的府上为幕僚, 朱祁玉坚国后, 他也随同铸巢, 他凭着与朱祁玉的特殊关系, 也抢上钱, 奋力抱住坚国的大腿, 不让他走。 于谦一面与锦衣卫撕扯, 一面大声叫道, 殿下不要敬, 百官并无恶意。 朱祁玉大声说, 你们如此吵闹, 知本王于何地? 于谦说, 王红为报国而极恶如仇, 形势虽然有些鲁莽, 其中可见, 其过可幼。 今天这件事情, 殿下留则天下安, 殿下去则天下威矣。 朱祁玉听到于谦的话, 这才稍稍冷静下来, 虽然还是有些不快, 但总算没有坚持要走。 你, 还有什么话要说? 堂上的群殴已经结束, 马顺一死, 朝堂也就安静下来, 百官一齐看着 圣怒未息的朱祁玉 和扯掉了一只衣袖的于谦。 臣, 冒死请殿下传令。 于谦说, 马顺, 罪当死, 请殿下下令, 百官无罪, 王真的于党一并拿下。 于谦为什么 请朱祁玉下令, 百官无罪呢? 因为当时在场的文武百官 基本上都动手了, 那些没有直接将拳头 打在马顺身上的人, 不是他们不打, 而是去执行另外一件任务, 拦阻那些 遇上前阻止的锦衣卫去了。 百官们终于明白过来了, 又一次全体跪下, 请求宽幼王红, 严办王振于党。 朱祁玉见百官苦苦相求, 且大明朝还得靠这些人 鼎力维护, 只得重新坐下, 有些不耐烦地说。 马顺与王振结党乱政, 滥行诸禄, 罪当死, 停机而死者不追究。 卓又多欲使臣义, 超莫王振的家产, 灭其族。 王振的余党, 卓有关部门, 依法惩处。 余谦这才放下心来, 王红等人叩头谢恩, 朱祁玉也急忙退朝。 这时, 王红带着一群年轻的官员 跟了上去, 朱祁玉不知这些官员 又有什么要求, 便让身边的太监 精英去问。 臣等知道, 内官毛贵、 王长隋是王振的党羽。 王红说, 请殿下下令 将这两个人正法。 于谦在一旁听明白了, 他着实佩服王红做事的魄力。 对王振的党羽, 坚果只是下令 执法部门调查处理, 但有关部门处理起来 必定是拖拖拉拉, 推诿扯皮, 耗时废日。 而毛贵、 王长隋这样的王振死党, 自知大难临头 必定要做垂死挣扎, 在后宫哪怕多留一天, 对百官、 对监国亲王、 对国家大局 都是一种威胁。 从打死马顺那时起, 精英一直就战战兢兢, 这时才恢复常态, 斥责道。 王振与党, 由有关部门查处, 你们这样咄咄逼人, 治国家法律于何地? 王洪等人, 虽然没有把精英当成王振的私党, 但也看不惯他那种干预朝政, 作威作福的做派, 一起扑向精英, 想把他与马顺一锅炖了。 这样不行, 如此下去, 事态便会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与谦立即上前拦住大家, 精英剑势头不妙, 赶紧躲到一边去了, 朱祁玉对这个要求感到意外, 不过连王振都下决心处理了, 实在没有必要在这类走卒身上与朝臣们纠缠, 于是挥挥手, 示意把这两个人交出去, 然后脱身走了。 后宫的太监们, 早就对毛贵王长隋憋了一肚子火, 如今坚果一声令下, 这些人哪能不兴高采烈, 奔走相告, 很快就把毛贵王长隋抓起来了。 按规定, 毛贵王长隋应交到刑部审问才是, 可太监们心头的怒火也要爆发一把, 顾不得那么多了, 群起而上, 围住毛贵王长隋便是一阵老拳, 三下五除二, 毛贵王长隋很快就被活活打死了。 第二天早朝, 又有消息传来, 说王阵确已死在军中, 但死的细节有两种不同说法。 一种说法, 王阵身重数剑, 跟其他护驾文臣一样身重数剑而亡。 另一种说法更是大快人心, 也更具戏剧性, 王阵一见瓦剌兵突然杀过来, 吓得浑身发抖, 王日的威风一扫而光。 身为明军的实际统帅, 根本不知道怎么应对。 这时, 英宗皇帝朱祁镇身边的护卫樊中指着王阵大贺, 圣上遭此危难, 大军遭此败祭, 全都是你惹的祸, 我今天要为天下杀了你这个烟奴。 说吧, 从绣筒里抽出一柄铁锤, 冲上去, 一锤将王阵锤死了。 这两种说法哪个真实, 谁也无法确认, 只能等英宗皇帝朱祁镇出面成亲了。 七年之后, 当英宗皇帝复辟成功, 为王阵平反时, 据说王阵跟他一起被俘, 在瓦剌营很有气节, 被瓦剌兵杀死了。 史家怀疑, 这是朱祁镇为掩饰自己的过失而故意美化王阵。 王阵到底怎么死的, 留给史家们去考证, 反正有一点是清楚的, 王阵确实死了, 再也回不来了, 这就足够了。 又多于史陈毅, 奉命抄王阵的家, 共抄出金银六十余库, 大小一盘一百余面, 七尺高的珊瑚树二十余株, 每株都是价值连成, 其他的珠宝不计其数。 六十余库, 就是说装满了六十个仓库, 至于一个仓库装了多少, 是无可考, 可以尽情地去想象。 从这些数字中可以看出, 王阵这个肆虐专权的宦官, 也是一个超级贪污犯。 王阵的善权, 是朝廷的祭岗扫地, 整个官场贪末之风盛行, 以当时全国各府县供彩断来说, 在正同以前, 各地送成朝廷的彩断, 需经公布检验合格后, 才能送交内库收藏, 公事公办, 手续简明, 没有什么贿赂、 包庇等行为, 彩断的质量也都能得到保证。 自从王阵专权以后, 很多问题都出现了, 有关部门与工匠通通作弊, 亲到亦换, 入库的时候, 贿赂检验人员, 让不合格的彩断收入内库, 以至于有些劣质彩断, 根本就不能用。 朱祁镇为这事, 层面有关部门严查, 但皇帝的圣旨只是一纸空文, 因为当时摊会之风愈演愈烈, 朝中大员, 地方小吏, 只要有机会, 人人都伸手。 由明太祖朱元璋, 成祖朱棣开创的, 畅连反贪的传统, 到正同时, 完全中断了。 明朝, 开始由立志清明的鼎盛时期, 走向济刚败坏, 贪污成风的, 衰落时期。